小男孩被处女亲一口就会变成大帅哥 大帅哥再被亲一口又会变回小男孩 我们的男主可以做到随地大小便 原来小男孩体内封印着远古大法师打客秀 而处女之吻就是封印的钥匙 那天暗黑军团正在对人类的城堡发起进攻 人类节节败退最后守在了大殿之上 其中便包括拥有第二人格的陆希恩与处女杨子 没过多久暗黑军团崩破了宫殿大门 巨人一棍子下来便把陆希恩砸晕过去 眼见要遭遇灭离之灾 杨子也顾不上什么初吻便亲上去解开他身上的封印 他身上突然迸发出超强大的邪恶力量 一瞬间便从一个小男孩成了两米多的大男人 巨人立马发起进攻 结果一瞬间被秒杀 近乎无敌的巨人在他面前竟然像蝼蚁一般不堪一击 他虽然变成了暗黑大法师但人记得作为小男 还十多回忆 所以他便想带走杨子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可杨子并不愿意这么做便教训其他 最终达克修经不住好姐姐的教训答应消灭他们 暗黑军团迅速发起进攻 恶魔们一瞬间便从固体变成了气体 大法师的力量跟他们差了十万八千个等级 可暗黑军团的小首领仍然不服气 开始施展强大的闪电黑魔法 达克修直接被电成了黑炭动弹不得 然后被首领一棒又一棒地砸在身上 手领直接下滩了 世界上竟然有人能够经受得住如此强大的黑魔法 达克修的脸被划伤很是生气 决定要用牛刀来杀眼前的蚂蚁 手领直接被烧的灰都补上 身后美丽的公主前来致歇 达克修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唯有照顾他的杨子值得他拍谱说话 杨子希望他能够变回路西安 抬头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原来他已经独自溜走了 杨子迅速跟了上来 原来达克修作为暗黑大魔法师刚护活便以新活 他决定要先杀了封印他的杨子父亲 然后再发动战争征服整个世界 杨子听后感觉有些害怕 达克修一把拢住他亲了上去 下一秒就不妙了 あれ 雅子さん